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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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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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次为欢庆妈祖神尊齐聚彰化市南瑶宫 在南瑶宫举行祝胜典礼 由卓县长担任主县官 南瑶宫管理人张化市长邱建复 今年卢祖分圆乡宝藏寺主委黄延山 及各公庙主委代表 以及县议员市民代表与地方人士 还有众多虔诚的信徒等共同参与 左县长率领大家逐一向妈祖上香 献花 献果 寇礼 并摆设圣宴里进妈祖场面庄严隆重 妈祖绕境祈福长达8天的活动 由彰化县内11间公庙的妈祖神尊联合绕境 以顺时针方向行进14个乡镇市 绕行彰化县一圈 6日晚间停住在彰化市南瑶宫 预定7日下午回到芬圆宝藏寺 并于8日举行联合祈福典礼 公益频道陈文硕 彰化采访报导 公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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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安